陈玉希夺三冠 全红禅为何丢冠 清城状态差 三位裁判打满分仍惜败 2024年跳水世界杯蒙特利尔战 迎来了一场焦点大战 女子单人十米台决赛 全红禅和陈玉希经过了一番激烈的较量后 陈玉希以414.35分的成绩拿到了冠军 全红禅以3.90分之差屈居亚军 而在此前 陈玉希还拿到了双人和团体赛冠军 正式加冕成为本战比赛的三冠王 全红禅和陈玉希近三年 在各项赛事中有过13次交锋 其中全红禅以5胜8负处在下风 不过在此前的世锦赛上 全红禅力压陈玉希夺冠 而且在去年的蒙特利尔战上 全红禅曾跳出了458.20的高分 可见蒙特利尔算是全红禅的福利 在预赛中 全红禅就跳出了421分 高居第一位 陈玉希以412.85分排在第二位 两人都成功晋级决赛 第一跳的动作是 难度系数为3.0的107B 陈玉希率先出场 得到82.50分 随后全红禅出战 有一些有力过猛 得到79.50分 第一跳结束 陈玉希排在第一位 英国选手以80分排在第二位 全红禅暂列第三位 第二跳的动作是 难度系数为3.3的626C 陈玉希得到86.40分 全红禅又有一些小失误 得到80分 三人的排名没有发生变化 第三跳 陈玉希的动作是 难度系数为3.3的626C 得到82.40分 全红禅的动作是 难度系数为3.2的6243D 这一跳 全红禅的表现还是很不错 那能否把握机会实现反超 得到81.65分 前三次进入 陈玉希继续排在第一位 全红禅升至第二位 第四跳 全红禅和陈玉希的动作 都是难度系数为3.3的207C 两人都有一些失误 并且都得到77.55分 第五跳 全红禅和陈玉希的动作 都是难度系数为3.2的5253B 陈玉希正常发挥 得到86.40分 全红禅表现完美 有三位裁判给出了满分10分 单轮成绩拿到了92.80分 最终 陈玉希拿到本战比赛的冠军 全红禅以3.90分的差距 屈居亚军 从整场比赛来看 陈玉希和全红禅的状态都很一般 两人都出现了一气失误 虽然全红禅在最后一跳表现完美 但还是因为前期落后太多 没能追上比分 最终西败丢贯 对于为何会丢贯 全红禅此前双人比赛结束后 就已经明确 全红禅的水平发挥出来 可见状态差 是全红禅丢贯的根本原因 对于是全红禅的水平发挥出来